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穿越者 带着 越牙越沛 他不会就是穿越者吧 我先帮你处理伤口 否则会感染的 乔相跪迹记忆 你作为贪人 为何会懂医术 小清清 你这界限的怪异渠道 不由得让我怀疑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小清清 小清清 沈大人 救我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沈大人 真的是他 你干吗呀 今晚不回眯省省 我 那会呢 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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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房 清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他就是那个穿越者 那就在客栈让你原形毕露 小二 来两斤客房 好 那个客栈 我去看看有没有客栈 来 兄弟兄弟兄弟 你求您上 一会儿 我要跟你说 要两斤客房的话 你就说 只是密件吧 行吗 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这间客栈可是京城最大的 怎么会是一间呢 客官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儿现在只剩一间客房了 是吗 对 要不二位往里边请啊 神雨芡 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穿越者 好 要一起洗吗 不用了 你自己洗吧 心跳这么快 看上我了 沈玉琴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亲手把你的破面具摘下 我哆了 打完一切 我哆了 闪着你 从前变 啊 司长 怎么样 密刑司的鱼儿 上钩了 快了 快了 走 司长 你这是 是 知道司长受了伤 怕小儿暗算 所以我带他们前来保护你 是吗 那些人 不是你派去的 这话从何说起 怎么可能是我呢 我去侨府的事 是告诉了你一人 整个密刑司都是陛下派遣 唯有你 是太后的人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自从你来密刑司的第一天 我便知道了 是个沈玉钦城府集省 那个穿越者真的是他吗 难道是我搞错了 束手就擒吧 你怎么不容易 沈玉钦 你现在身负重伤 未必拦得了我 上 我说了 你走不了 你不是受伤了吗 我不受伤 怎么引你出来 幸好我和沈玉钦的目的相同 若能破了案子回到现实 我倒要好好谢谢他 不过不得不说 这个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男人 还挺迷人 说吧 说吧 是谁盼你们的 我不会说的 乔府的人 是我干的 不可能是你 乔府命案发生之时 你正在青楼寻欢作乐 直到早上才回到了密刑司 母后之人到底是谁 是太后 别废话了 想杀就杀 想刮就刮司 一听尊便 密刑司只属于皇帝 难道皇帝和太后有矛盾 看来这里水很深啊 你可以不怕死 但你年满六岁的女儿 你敢等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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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说 其实不攻真凶事 追 追 司长 死了 把他女儿送出京城 好好照料 是 看来只有找到幕后真凶 才能离开这个世界 既然这个案子跟太后有关 那这皇宫 我是非屈不可了 放心吧 有了这些足以抹清乔家的嫌疑 老爷 小姐她不在房间里 迟到了 下去吧 是 真好看 听说京城众多女子 花费重金请你雕刻 其中 不乏貌美如画的大家闺秀 你都拒绝了 我不刻女子 任她们长相再美 也没用 那 给我刻一个如画 她们 刚从大狱里出来 又不知道上哪儿疯玩儿去了 等她回来 看我不打断她的腿 乔伯 清清一上如此 您别生她气 玉扬啊 你从小和清清一块长大 自然知道她的性格 如今我年岁已高 南城死后 我只剩下清清这一个女儿 将来啊 清清就交给你了 瞧不放心 无论发生何事